改編自暢銷小說的電影《五時度輝》 不僅全球票房開出紅牌 也讓各地的姐姐妹妹大嬸阿姨陷入瘋狂 有消息指出 墨西哥一名女性粉絲 前往電影院觀賞本片時 疑似因為內容太過煽情 竟然一時控制不住 在戲院裡大膽取悅自己 嚇得隔壁觀眾連忙報警制止 目擊者表示 這名年約33歲的未婚親手女 在電影的播放過程中 就因為激情的畫面 令情緒不斷高漲 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在燈光婚案的戲院 就可以逃過其他人的法眼 趁機摸黑行動 只是她怪異的行徑 還是引起許多觀眾的注意 最後警方將這名女子 扣上手銬代理戲院 這起事件經媒體披露後 掀起當地民眾熱烈討論 就有人開玩笑的說 電影裡也出現戴上手銬 玩角色扮演的情節 所以當警方逮到玉女的那一刻 說不定沒有驕息她的熱情 反倒讓她的情緒更加高亢